大家好我是朋友的朋友 我是朋友的朋友 我是观众的观众 一百匹匹的方法 杂技前锋魔术加囚徒 两边都有的打 这个阵容就特别容易打成一个平局 因为这个阵容修机速度不慢 然后牵制力也有 救人的话前锋稳定撞救 第二个薄命估计是杂技带的 杂技这边的话带一个薄命 对吧我待会可以火球封联 然后稳定救人 不太好去说谁能够真胜吧 这种局就是 邦邦比较好保平 然后防守打到以后能真胜 球者这边呢 他们如果说前期早了以后 他们选择卖掉的 那他们也很好保平 但是如果说要救的 那么更多的真胜面会给到邦邦 因为邦邦的节奏就来自于防守嘛 看一下这边杂技能够拖多久啊 因为杂技这边毕竟我猜测他带的是一个薄命啊 没有飞轮的 即便带飞轮说实话在这地方也就这样 好了还差最后一炸 邦邦这边的话闪现马上好 一个60秒出头的机到 一颗火球封力技能连炸 有没有没连上 没连上的话邦邦这边技能被沉没 杂技这边的话应该还能进到前面 这块板断邦邦有一个出刀的机会 1分20秒的击倒 对于穷者来讲 这个局想要保平的话 其实还是蛮好打的 我觉得就前锋过来卡一卡 然后看情况卖掉 或者卡死就一波 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前锋卡着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卖掉 真可以考虑卖掉 因为这个局是这样子的 这把穷者只有两个博命对吧 大概率只有两个博命 不知道魔术是魔术这边带的是双弹 囚徒不可能带博命吧 那么如果说你这波博命就这样交掉了 万一下一波队友导到遗产机 你没有博命带开 这个局就是一个多抓 所以说这波如果把这个杂技给卖了 你手里压一手博命怎么的感觉 想要过来偷一波 回身过 哎呦他不是来偷一波的 他是来找皮力这边切金身 这个金身切的说实话有点平 这个金身切的有那么点平 但这一波前红抓到几位了 前红抓到几位了 杂技这边的话看情况 这颗球要不直接跳了吧 跳球躲炸弹 跳球躲炸弹好的 这一波如果说杂技 因为杂技手里面还有球的 他如果说凭借着这一波球 再多拖一会儿的话 第一是什么呢 皮力这边的技能已经切成金身了 所以说他这边没有后续的 或者说他开门战能力不强的 他不像是开门战有闪 有那个传送的那种 这个的话是连炸炸到了球徒 我们看一下这边球徒被压在这个点 皮力这边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直接把这个杂技给挂了 你如果说这边球徒拉走 他这个局势没法打的 他第二波追节奏能力很弱的 这边交个电 刚才这边球徒甚至还想弹一波过来 尝试垫一下这个帮帮 把这杂技给垫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 这万一你把自己折在这边是什么呢 挂飞一个再挂一个 那这样的话帮帮就有节奏了 现在帮帮其实是不太有节奏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切成金身了 或者说他刚 他不会刚开始带的就是金身吧 我没留意啊 万一他刚开始带金身 有可能是个金身帮帮 我觉得有可能 有可能是我搞错了 因为我想一想 皮皮他不可能为了顶前锋这一波撞 直接顶个底牌点个金身出来吧 这个还是我刚才主要没有看到 不对不对 我想起来我刚看的时候 他CD是60秒的技能 他就是一个底牌切金身 他就是一个底牌切金身 那这样的话前锋这边压机子 魔术这边救人了 一个三人开门战 不过这边的话干扰到了一点密码机 前锋是一炸没魔术这边得直接掏上手套 直接捞 这边马鸡点亮好的三个人加速 还行吧 这把呢 由于这边我已经确认了皮皮是不可能底牌切传送的 所以这把的话 他是不太有机会真胜的 还是刚才前锋内部啊 前锋内部的一个出击的时机点好 并且成功的逼迫皮皮这边顶了个金身 刚才如果说不顶这个金身 那波球撞完前锋比较舒服的救下来 救下来以后再一波回旋作 确实有可能会打一波换挂 我觉得皮皮这个金身顶的应该也没什么毛病 他如果不顶的话 万一就能砸击26 溜起来 有可能出事情的 有可能出事情的 所以这局归根结底 还是什么呢 还是这个前锋拉球出击的一个时间比较的金 这个确实值得我们到时候反复的会去看他抓时机的一个点 好的也是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